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铁钢师傅给您做这道美食是既滋补营养又轻内火 什么呢 叫开包兔肉 兔肉营养丰富 有昏中之素和美容肉的美名 多吃兔肉可以有效的轻火降气 强身健体 而且兔肉的美味实在是令人无法抗拒 在这寒冷的冬日就让这道美味的开包兔肉来温暖您的味蕾吧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兔肉 辅料有黑豆 香菇 冬瓜 青蒜 五花肉 调料有桂皮 大料 麻酱 腐乳 米酒 陈皮 姜蒜等 铁钢师傅 这就是加工好的兔肉 兔子肉砍成块 这个兔子肉又称为昏中之素 对 你看这个兔肉大部分都是瘦肉 瘦肉率在95%以上 其实这个兔肉又被称为白肉中的极品 可以多吃点兔肉 好 特别是有内火的时候 对 好 拖热了 我们倒一点色拉油 来一点香油 然后稍微的补充一些动物油脂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兔肉 素 对 95%都是瘦肉 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而且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很多像这个氨基酸的 色氨酸的 赖氨酸的 那都是人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物品 来 您听着陈老师给您讲的营养 非常的诱人 您啊 跟我们这个一起做 做出来口感更好 对 好 我说它更诱人 加入姜 蒜 陈皮 桂皮 八角 大料瓣 放两瓣 煎炒 这得炒的什么程度 来 把这个姜跟蒜呢 炒的微黄 来 油脂出来了 姜跟蒜呢也微黄了 然后呢 我们把兔肉放下去 哦 就这么直接就在锅里炒 直接煎炒 对 好 好 陈老师这呢 炒着这个兔肉 我呢 现在开始 要调这个叫做包仔酱 也叫开包酱 好 很简单 您这放的怎么样 红乎乳一块 好 来 来点这个 虎乳汁 加入 两勺的麻酱 这是不是基本上就把它炒熟了 对 给它呢 要炒透 然后把酱放下去 土乳和麻酱 嗯 在一起搅拌的这个酱放进去 好 再炒 等这个酱啊 完全包裹在兔肉上面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加入 好 记住 热水 热水 前提是啊 它完全炒的包裹在兔肉上了 再加热水 好 您看没有 这个汤 是吧 对 而且这味 这味您闻不见 这味特别的让人有食欲 而且呢 这个葫芦的味道 对对对 麻酱的混合香气 因为冬天嘛 冬天讲的叫冬糖 对冬糖 要补肾 对 所以呢 今天我们加入了一点黑豆 黑豆 黑豆 对人们非常的好 所有黑颜色的食品都强筋状毒补肾 比如黑豆 比如说紫菜 黑芝麻 黑芝麻 对 包括菌类 包括香菇 这是黑色食品 我们呢 调一点酱油 然后呢 少加入一点糖 盐 这个时候 这是什么 又有一个东西出场了 酒 米酒 如果说我们家里没有米酒呢 你可以放这个牢骚 也可以放一些花雕酒 料酒 或者说我们家里的白酒 白酒 这酒挺好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牢骚发酵完以后 然后呢经过蒸馏产生的这个酒 好 等它开锅以后呢 我们呢给它关成中小火 焖它15分钟 如果说我们在家您做鸡肉 做鸭肉 做鹅肉 嗯 甚至于做一些其他的肉 都可以 用这个方法 哎 但是呢 时间您要掌握好 我们鸡肉呢 今天15分钟 15分钟 鸡肉呢 大概您有 哎 15分钟 15分钟 鸭肉跟鹅肉呢 您就要照着25分钟 25分钟 哎 你刚说这个颜色呀 嗯 刚才浓了 您看看 是吧 这汁也少了 哎 关键是 啊 满屋飘香 香味 没错 对 我们基本呢把它呢做好以后呢 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 但是呢 我们吃的时候呢 既然叫开包嘛 哎 哎 我们呢 要在这个包里面呢 就是砂锅呀 里面放入一些像冬瓜呀 哎 哦 垫的底下 对 香菇 放一些香菇啊 像什么这个冬天的萝卜呀 白菜呀 都可以 哎 都可以 哎 然后呢 把这个给它呢 哎 您说这开包就是意思 在这个 这个这个 砂锅包里 对 而且呢 这个呢 上的时候呢 过去长的底下 碳火 小火 没错 没错 哎呀 这个香菇啊 冬天 哎 快点冷 没错 西北风一挂着 甚至鹅毛大雪 哎呦 屋里呀 这开包 趴往上一端 太好 说什么也不出门了 嗯 是吧 我们呢 把这个汤呢 来一点 好 最后呢 我们撒上一些 青蒜 好 哎 然后 我们呢 放一个酒精卤 咱俩 开饭 就开饭了 怎么样 这道柔滑鲜嫩味道香醇的开包兔肉是不是顿时让您的胃和心都暖和起来了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的做法 首先用一块红腐乳与两大勺芝麻酱一起搅拌均匀调制成开包酱备用 第二 锅中倒入色拉油和香油 放入五花肉片姜蒜 陈皮 大料 桂皮 煸炒出香味之后放入兔肉 倒入开包酱 继续翻炒 当酱料完全包裹在兔肉上的时候倒入热水撒上黑豆调入酱油白糖盐米酒进行调味开锅之后调成中小火焖15分钟 第三把冬瓜香菇放入砂锅底部焖好的兔肉与黑豆放在上面最后撒少许的青蒜 热气腾腾的开包兔肉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你看这冬瓜和香菇可都是生的 所以呢开包嘛 这要这个掀开盖之后这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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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着 所以端上桌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小酒精炉 让它还得炖一会儿把这个冬瓜呀香菇炖熟 这就叫开包兔肉 开包兔肉可以说是美食中的精品的 欢迎大家亲自实践学会这道美食 并把您的体会通过微博告诉我们 天天野食明天再见 再见